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聊着大小金川之战 上文书啊,咱们交代过了 张广四啊,在刚刚接手这个金川前线的战斗指挥权的时候 一鼓作气啊,倒是打下了几个胜仗 那么这仗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呢 哎,这打仗的日子呀 那肯定是算了又算,找了又找的好日子 吉利日子 是军中这个随军的清天剑的官员啊,册出来的 哪天啊,定于啊,乾隆十二年的六月二十八日 各路大军是一同围攻 这大金川粉贼盘踞的乐乌伟老寨 这老寨乐乌伟啊,那可是这叛军的根据地 由这个大金川吐司沙罗奔亲自把守 还有一个据点啊,也是这官军一并要拿下来的 这就是啊,从这个北方进入大小金川的必经之地 咽喉要道,这个据点啊,叫刮尔崖 光听这个名字呀,你就能知道 这是一个呀,天险要塞 也就是说啊,你要是一个人 从这条沟走过去呀 您的身子可不能晃 您要是一晃啊,那了不得了 肯定有一边耳朵啊,被刮下去了 这个名字呀,十分形象 哎,那就是一线天的一条沟 可是您瞧啊,这世事啊,他往往不随人愿 这仗啊,从乾隆十二年的六月二十八日开打 一直打到了七月底啊,眼看就要近八月了 这官军呢,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打了半天呢,说是快攻下刮尔崖了 实际上,哎,一凉啊,离着刮尔崖要塞啊 还有二十多里地呢 另外几只,围攻乐乌伟的清军呢 也是毫无战果,这乐乌伟老寨啊 就在眼前,哎,可是啊 你肝瞪眼就是攻不进去 这乐乌伟老寨当中,碉楼林立 并且呀,没有债墙 在寨子的正面就是一排的碉房 那就是一个个的暗保啊 总之啊,在这金川前线 能够挡住大军前进步伐的 那就是这碉楼 那么说了半天,这碉楼 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说到这碉楼啊,早在史书上啊 就有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一列传 这上面啊,就对这碉楼有详细的记载 这书上说呀,建议一山居上 垒师为士,高者十余丈为穷龙 说实在,这后汉书上可不是瞎说的 您现在啊,到这个川西南 您去打听去 很多当地的居民呢 还管这个碉楼啊,碉屋啊 称之为穷龙 汉代的时候,这碉楼盖到啊,十余丈 到了清朝的时候,这建碉楼的技术啊 也精进了 现代考古发现呀 最高的碉楼七八十米 可是我跟您说啊 当时一百多米的碉楼绝对存在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大小金川战役结束之后啊 乾隆皇帝为了防止这一地区的这个藩民 哎,继续以正着碉楼作乱 就把这一地区所有的碉楼啊,拆除了 剩下的呢,都是一些和官军交好的 或者是啊,在大小金川之乱的时候 帮着官军呢,打过这个大金川吐司沙罗班的城寨 才能够留下这么一栋两栋的 所以说呀,您现在去这个大小金川地区旅游啊 您再看见的也无非是凤毛麟角的个别的独栋碉楼 您再想看到这个清朝乾隆年间碉楼林立的场景啊 哎,看不见了 在随书复活传当中啊 对这个碉楼也有详细的描述 这上面说呀,美籍树杖,以木格之,于下籍开小门 从内上通,夜壁关闭,以防贼盗 还是那句话啊,这是随朝的时候 说这个美籍啊,杖鱼 其实呢,这是生活当中的场景 后来这个碉楼啊,有了军事作用的时候 这美籍也就不是杖鱼了,是树杖 那么他是怎么从这个二楼啊,上到三楼呢 哎,现在说呀,有木梯 这个木梯啊,我得给您讲讲 不是咱们现在哎,家居使用的那种 两边啊,有这个立秤,中间有横秤的木梯 一根独木啊,上面跺上几个角窝 这就是当年的木梯 并且呀,这是平时用 真倒是打起仗了呀 这个木梯啊,也被撤了 都被蹬到了这个最高处 不但如此啊,换句这您能听个懂的话说吧 只有五层往上才有楼板了 二三层的楼板啊 哎,都拆掉了 这木头啊,都被蹬到了碉楼顶上几层 那他们是怎么上下楼层的呢 绳子呀,哎,您想啊 这八旗兵和这个绿营兵啊 他爬不上去 可是当地的土人啊,他天天是这手活 这蹭蹭蹭啊,如山间老园一般的,人就上去了 还有一种梯子呀,即便是留给这些官军呢,他们也上不去 这哪是梯子呀 实际上啊,就是在墙上,插上啊三寸多长的木棒 这些土人呢,蹬着些木棒,竹籍啊,就能蹬到这个碉楼的顶上 这官军呢,打进来啊,要是想上去呀,也不是不行 站着微微的捋着墙啊,慢慢的往上挪呀 可能也上去了,可是上面防守简单了 拿个拇指粗细的竹棍啊,一捅你,你就掉下去去了 好气,数石上的碉楼啊,你要是一失足帅气去的话 那一定就成肉饼了 这也算得上啊,是另外的一种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那有人说了,这也没有什么难的呀 这碉楼啊,一山而建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兵法上啊,不从这个地方安营扎寨 为什么呀,很容易让敌军呢,掐断他的水源 哎呀,这张广四军们呢,不必您傻 这些招啊,他想过,掐断水源呢,难了 首先说呀,这碉楼是建在这山口的险要之处 正面对着山口,山上边啊,是否有山泉 哎,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连这个寨子呀,都供不进去 你怎么能判断人家寨子里边的水源在哪 断人的水源呢 那有人说了,这样不行,就断他的水脉 哎,这事儿啊,一打金川的时候又没用过 我可不知道 二打金川的时候,这阿贵就用过 他们呀,这主意我都知道是谁出的 一定啊,是内务府公布 这帮啊,给皇上建山陵的人给出的主意 这个建山陵啊,首先第一件事 就要断了山陵的水脉 主要啊,就是在这个山中水脉 这个全脉上啊,断他的水路 挖这个防水沟排水,然后啊,再砌防水墙 哎,免得这个外边的水啊,再能渗进来 啊,这乾隆皇帝啊,对这个大清朝 这个公布这种断水脉的技术非常自信 他自己的山陵啊,断了水脉之后 他发现有渗水的情况 哎,当然是他活着时候啊 他竟然呢,要求这公布再断水脉 也没重新选择灵子 那这种办法啊,他是无效的 这乾隆皇帝的御灵啊,一直就在水里泡着 可是后来这清军发现啊 即便挖断了城寨的水脉啊 这敌军的城寨啊,也不会因为缺水而投降 这是为什么呀,他们一直也搞不明白 后来战争结束了 当他们焚毁这山上老寨打扫战场的时候啊 他们才发现,原来啊,除了寨中的水源 这帮土藩啊,用这个竹竿连接法啊 引来了其他山上的泉水 那为什么这官军发现不了呢 他埋地下了,埋二尺深 你也看不见宰哪不是啊 所以说啊,这断水脉的办法啊,也不灵 那么火宫行不行啊 火宫啊,这碉楼外侧全是石头 哎,即便你往这个碉楼跟前堆柴啊 这柴也着不到顶上去再者了 你派兵师往那堆柴 人家碉楼上面的守军是干嘛的 啪啪啪,一排牌子枪下来啊 哎,你这清军就全躺下了 有人说了还使枪的嘞 哎,这土藩兵呢,有没有那么厉害啊 不厉害,十几倍于人的官兵 打不下来人家这几个寨子吗 我给您说说吧,厉害着呢 要说这碉楼啊,就是那一时代最厉害的防御工事 这里边呆着的土人啊,那就是那一时期最厉害的兵 后来这清白自己的史官,在史书当中啊 是这么记录这些大小金川的土藩兵的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哎,那是因为这大小金川的土藩啊 后来归顺了大清 他们呀,亲眼看见的 他们说呀,这些土兵啊 首先说是善于负重翻身 美人身上啊,除了这只长火虫 以及啊,身上佩戴的腰刀之外呀 还要背二十多斤的自重 那都是什么自重呢 哎,主要啊,是千丸和火药 并且土藩军的火药携带方式 和清军的携带方式有所不同 这清军身上啊,带着都是大火药包 这火药包外边是什么呀 是一层露皮 里边呢,是一层油纸包 一层一层把它包好了 是为了防潮用 等到用的时候啊 再把这个大包的火药啊 装到一个大牛角桶里边 从这个牛角桶里边啊 再灌到这个枪里边 压实了装上炮子 这样才能激发 咱们再说说这金春兵 这金春兵啊 也是携带一大包的火药 哎,为了防潮呢 当然了,他也有油纸啊 和这个皮包 但是啊,他分装厉害了 他身上啊 还挂着二十几个小的脚皮 什么叫脚皮 就是用这个羊角啊 做的瓶子 这个分量啊 和容积啊 是计算好了的 每一个羊角皮 里边装的火药啊 正好是枪 一次激发所用的药量 当时这个青军和土兵啊 用的全是前装前枪 都是这个火荣啊 或者是随时激发 这青军呢 是每打完一枪啊 测量好了这个药的分量 再装大 这土翻兵就不一样了 哎,打出去一枪之后 立刻把这个小羊角瓶打开 把药直接就填到枪里 再填泡子 然后立刻就能激发 所以说这个激发速度上啊 这青军就吃着亏了 那吃着亏 吃多的亏呢 哎,换句军事术语说呀 就是你这火力压制跟不上 再来啊 就说这枪了 这个土人啊 也就是金川兵用的这枪啊 出了号了 比这个青军用的枪啊 要大 要长的多 那这里边的优势可想而知啊 哎,这个枪自然啊 他就打得远 装药量就高 您算计吧 这群人呢 在占据了有利地形 那上打下 他不飞辣不是吗 所以要说呀 在什么准备 没有这个针对办法的情况下 这青军想找着便宜 哎,那万难了 那有人说就不能掉重炮轰吗 哎,有两个原因呢 其一重炮就没有 当时啊 青军有没有重炮啊 当然有了啊 这个明朝的时候我们就有红衣大将军 哎,这会儿他能没有重炮吗 可是还别说红衣大将军了 就是朝天炮 这种啊 两三千斤的炮 在这个第一次金川战争时期啊 那也是非常稀少的 因为你根本搬不上来 山路难行嘛 李白怎么说来着 数到难呢 他难于上青天 所以说呢 当时青军用的炮啊 就是二三四五百斤的披山炮 打到这个碉楼上啊 有的时候能打一个小洞 有的时候啊 连痕距都没有 您可别忘了 那会儿的炮弹呢 就是一个石心球 那或者是铁呀 或者是铅 他打上也不会爆炸 所以说啊 那威力啊 是完全的有限 这碉楼具体的防御功能 咱们肯定还没说完 咱们要是一集 把它都说完了啊 显得这集太枯燥了 以后啊 到实战当中 咱们再边说边讲 反正啊 在这一打金川 张广寺啊 是挖地道啊 挖墙孔啊 断水路啊 炮轰击啊 等等等等的办法 都用了 这碉楼就在眼头了 那是窥然不动 这眼瞧着呀 撕冷撕冷的 可就进了冬天了 有人说哪儿了 快呀 这不刚刚七月底八月初吗 怎么就进了冬天了呢 您可别忘了 这儿九月份 就已经是下雪封山了 到了这个乾隆十三年的周月初 这大金川兵啊 开始反攻了人家 一口作气 就攻占了这个嘎骨雕卡 负责守这卡子的这个汉土官兵啊 拥有八十余人 好家伙的嘞 让这个大金川兵给围的呀 那是里副有粮草啊 外副有援兵 最后这八十多人 只能投降 这大金川兵啊 还真对得起他们 所有的这个土藩呢 全部归降 所有的汉军呢 哎 全弄死 这么一来呀 正式宣布 这张广寺损兵折将 第一次进攻大金川的计划 是完全破产 这乾隆皇帝在京师啊 听到奏报之后 拍着大腿呀 这只能搭着脑袋呀 说出了几个字 哎 不行 咱们换人吧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六十 喜好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明儿啊 咱们得换个法打金川了 看看这老军们 月中级 到底有没有详细 有效的退敌 方略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